自从科技期进入造车领域之来 汽车行业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一台即将上市的小鹏P7在这里 其实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新物种 颠覆了我们所有对传统汽车的认知 但是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源自于两个点 一个就是小鹏P7加式富谣架构上面推出的首款轿车 另外就是基于小鹏过去几年 几百个亿上百个亿的投入到AI和制价这个领域的研发 做端到端的大模型 所以它在人工智能它的智慧 作为一个智慧体的方面它有所飞跃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两个方面给大家讲讲清楚 首先还是从相对来说传统一些的部分开始讲起 那富谣架构可以赋予小鹏P7加什么样的一些硬核的性能的提升 那首先就是800伏的高压碳化硅平台 那另外就是它的电池包有两种可以选 都是磷酸铁锂电池 一种是60.7 一种是76.3 那续航里长分别是602和710 而且在富谣架构下面 它充电10分钟就可以充续航300公里 所以这个我们日常使用就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 那剩下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的外观的设计 那其实我呢作为小鹏P7的车转 我看这个P7加车型就觉得它在气场上还有一些设计的整体的这种造型上面是有异曲同工 就是有遥相呼应的部分 但是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呢它又做了一些新的诠释 就比如说你看到同样啊是这个贯穿式的头灯 但是呢它设计上就会把它的大灯和头灯呢呈现这种X的形状 这样它夜晚的时候它辨识度会高 那另外就是你看它引擎盖子上面会做一些犀利的这个线 那让它看起来呢更有的力量感 那整体来说啊小鹏P7它的车长呢是5050毫米 轴距呢是3000毫米 那从它的侧面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它会把它的视觉重心往这里来挪 其实呢我们说平常来说啊 就是中间的部分会更古一点 这样设计的好处呢就是 坐在车里边你会用一个充裕的头部空间 而整个的乘坐空间啊也会显得更加的宽裕 其实我觉得整体设计来说啊 比较巧思的部分是它的尾部设计 一个是呢因为它的车顶的重心靠前比较高 那它做了一个非常流畅的线条 到了尾部那把它设计成悬浮式的双层尾翼 那这样的好处很多啊 一个是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呢 优化了它的空气的流体力学 那它的风阻系数整体呢就只有0.206 那另外啊就这种悬浮式的双层尾翼 它上面有一个高位的刹车灯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用贯穿式头灯 和贯穿式尾灯的时候呢 它是这种双层的灯 那夜晚行驶的时候啊 它的辨识度就是最强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车里边去看一看它的设计 坐在小鹏PC家的里边啊 其实我作为一个小鹏的老车主 我感觉到它整体的设计啊 还是有非常熟悉的那股味道的 但是呢 它们现在叫云上空间的概念 这么一说啊 我就觉得确实整体来说 就是它的这种设计的雅致感 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而且呢 其实它有一些细节呢 让它比以前更加的精致 就比如说你看像中控 方向盘 还有空调出风口上面的一些金属的装饰 就有那种阳光打在那个白云云朵上面 云朵向了金边的感觉 其实蛮好看的 另外就是它的车门 其实车门整体的造型更加的简约了 但是呢 它在装饰的上面多了一些细节 它打了一些很像数字化的这个小孔 然后它这个氛围灯打在这个小孔上面 就有这种星铺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啊 是这种简约化和数字化结合在一起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我比较喜欢 其实小鹏的汽车啊 以前一直都很注重车里边的音乐体验 那在小鹏P7加上啊 这一点又得到了提升 那整车呢 是20个Hi-Fi的高保真音响 那这个音响呢 其实它的设计啊 就这个前面音响的设计感也比以前更强了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个车里边的精致感和豪华感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作为小鹏P7的老车主啊 咱实话实说 就是我们头戴的那个车型 它的座椅啊 真的是不太舒服 但是呢 这一点在小鹏P7加上已经完完全全得到了改善 就我坐在这里啊 这个座椅 它整个的包裹性 它的这个支撑性 尤其是啊 它这个腰部的支撑性 我现在坐在这里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座椅 前排两个 后排两个座椅呢 都全部是高配 怎么讲就是通风 加热 按摩 然后包括座椅的垫子的辅料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顶得非常满 所以呢 都会有 前排后排都会有非常好的乘坐体验 另外就是后排座椅的靠背 是可以27度到37度之间这样调节的 那你长途撑速的时候 也能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 这个坐姿 另外啊 它后排的这个屏幕 不光是控制用 它还可以播放音乐 播放视频 再加上附驾后面啊 这个比较实用 大小很合适的这个小桌板 其实啊 原来我一直想买一个MPV车型 现在看来呢 就目前小鹏P7家提供的这个配置啊 也已经足足的够用了 关于小鹏P7家 它内部整体的AI天机数字化座仓 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讲了 我们能够直接去感知体验的部分啊 但比较遗憾呢 是今天数字化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演示 但是就这一块 它的能力提升的也非常多 那举个例子 那以前小鹏的车型 它的语音识别能力就已经是很强了 那四个位置 那并且啊 它可以做到可见即可说 这已经是天花板的这个配置了 往后在小鹏P7家的上面呢 你不但可以有这些功能 还可以实现啊 远程语音识别 那还有包括你的NFC的远程控制 车辆开锁的更加的便捷的一些配置啊 这个让使用会更加的有意思 那基于小鹏在过去几年里啊 在AI和视觉端道端大模型这一块呢 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那所有的这些积累的功力啊 将会在小鹏P7家上面有所体验 就是它的AI鹰眼视觉解决方案 其实会让车的感知能力有大幅的提升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在黑暗的地方 像逆光的地方 甚至是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它去识别物体感知物体 并且呢把这个方案融合到支架系统当中的能量啊 会非常非常的让人期待 其实就这一块呢 我也啊特别想亲自试一试 所以下一次等有机会 我们把车开到路上的时候 我再仔细跟大家分享它这一块的性能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智能化关于小鹏P7家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啊 给我们留言